怎么说呢 还能吃得过去 轰弦轰的奶香味 再搭配一个这果子 今天也快点 怎么着也得有个十斤八斤呢 咱就敲咪的钱点拆一下 没有 这不要太眼熟嘛 车轮芝士就给我安排上了 你们的属实有点太豪狠了 不含是不含是 慧子姐 给你安排上十斤的车轮芝士 你就用奇葩的吃法吃一天 我让喜欢吃芝士的人 交出手机里第一个表情嘛 这么豪狠的车轮芝士奇葩的吃一天 真可惜了 咱们先把它来掏个小洞 早上先安排一个不一样的车轮芝士拌面 大风大风 把它给加热融化 这奶香味不就直接迸发出来了吗 咱把一面糕里面 搅拌搅拌 让每一根面条都裹上芝士的奶香 再放点黑胡椒调味 味道还是挺香的 不过这奇葩的吃一天 必须配上这奇葩食物 咱也不知道这试个啥 就是这样糕里面吧 再来点它的汤汤水水 怎么说呢 还能吃得过去 风鲜风鲜的奶香味 再搭配一个这果子 这有吃吃风声 这小脑袋瓜一看就是胖西的主意 那你可不 花你两句别蹬鼻子上脸啊 车轮芝士罗斯粉 我相信你们都没吃过 又加了一个芝士奶上的佐料 再来一个吸满红油汤汁的炸蛋 这不就发现了 给的车轮芝士罗斯粉的新吃法 海荣酸在吃上一口猪汁 晚上就拿着你的车轮芝士碗 和我藕粉喝喝 车碗是被狗咬了 藕粉高里面 再来搞一场生命的圆汁 姐妹们 芝士味的藕粉你们羡慕羡慕 哎 羡慕你喝不着 又给这普通的藕粉增添了一丝 芝士的韵味 你们想喝完吗 哎呦 你不给人 你不给人